出色的一個選手 所以我想對歐洲這種喜歡打長球的來講 丁領打起來並不陌生 所以我想還是要提到丁領要獲勝 如何採用一些攻勢 這是比較重要的 在上一屆的世錦賽 巴黎世錦賽 拿下籃子單打冠軍的是中國的李小霞 另外再前一屆2011年路特丹的比賽 就是由丁領這邊帶回了女單的冠軍 所以這場比賽他也是想要來尋回 這所謂失落的女單冠軍 比賽正式的開始 畫面上方 殷帆凱領發球 對 德國這位殷帆凱領 也是一種防守型的消法 消球選手 所以當丁領進攻的時候 他一定是以消球為種 這是反攻 就是歐洲的這些選手 基本上在攻擊的能力 尤其中眼台後台的這種能力 非常的強 那在歐洲的運動員當中 男女選手應該來講 也在消球的這種戰術上呢 使用的這個打法不多啦 那你可以看出伊凡凱呢 也是利用他的這個消球呢 直接掉開了丁領的步伐 我還是想要反攻 對 可以看出 德國的這個運動員 所謂的中眼台的爆發力 是非常強的 那我想還是 伊凡凱呢 先穩住他的消球的功力 也不用急著說 一定要馬上的做一些進攻的反擊 不過我們在今天一系列的一個 比賽過程當中 其實看到了不少的消球手 是一路挺進到 不管男單還是女單 都打進到第四輪 所以其實如果不習慣打消球手的選手來說的話 嗯 其實在一陣式贏賽的對抗 還是會讓消球手佔有一定的優勢 哇 這時候 調探員警告 一方坎 你的發球要拋超過16公分以上 不然是一個韋力 哇 直接反拉過來的一個角度 這個時候 對 丁領呢 他的整個打法你可以看出 好 來 拉球我稍微慢一點 做一個反拉 這個是屬於丁領呢 他在進攻上的穩定 當然還是要提到齁 中國的每位選手呢 對上消球選手都有一套的一種進攻的策略 嗯 那加上其實一番坎 一開始其實自己消球的狀態也不是那麼穩定 所以在整個分差上被叮嚀一下子拉開到了7比1 還是要想進攻 嗯 這個球完全腳步上都沒有掌握好 對 加油 那一番坎比較辛苦的是 他在前一輪的比賽呢 是纏鬥了7局之後 才舉辦了韓國的譜音鼠 這個時候 可以看出呢 消球選手 回擊的穩定向 原則上呢 這個油檢好像不太適應 丁領的拉球的一些無線 哦 這個球想要再反拉回來 整個身體的力道上的運用 丁領並沒有辦法順利的把球回過往 那一番坎拿下了第一局的第二分 哦 這個 可以看出 一番坎的這種 反手的這種顆粒 他在打的時候呢 也不叫做消 有時候用擠壓式的一個處理 所以有時候球跑得蠻快的 而且是飄的感覺 所以已經拿下了3分 應該是2分都是用他顆粒 哇 漂亮 這個時候找到了反拉的機會 對 歐洲的運動員 基本上呢 只要他的進攻的這種力量上呢 都可以壓得住 這個亞洲的運動員的 丁領連續的拉球進攻 再補一板角度打開來 對 走肉 這個是 中國在進攻這種消球選手 確實能夠聯繫好幾板的一個 重拍的擊球 好 下蹲發球 這個是丁領啊 應該是 一個緊要關頭手 殺手劍的一個發球 對 11比4讓丁領順利的掌握到了 局末點也率先的搶下 第一局的勝利 對 德國的消球手一板坎 在今天喔 對戰丁領 那當然自己整個消球的一個 穩定度 以及趕快要去適應 丁領拉球的一個節奏 會是他現在 第二局裡頭很重要的一個功課 對 當然 一板坎主要 可能他也知道 他正手會有一些攻擊 但是 我總覺得第一局 太急躁了 一直想要快速的反擊 造成失誤 好 又要反擊 可以看出 德國這位選手 步伐要側開來 要做一個反拉 一 二 這個球擠過來 結果是落在界外的位置 讓丁領現在追成了1比1的平手 不過儘管一板坎是消球手 但是 從剛剛他的這個球路來回 感覺出來他隨時都在找機會做進攻 對對對 大概就是 完全不是說前面就是 又反拉了 好 對啦 中眼台的對決 哇 這個什麼大的精彩喔 雙方 對 這個是 雖然呢 歐洲的特色就是 對啦 你可以看出 左手磁拍的丁領呢 他在中國裡面呢 在女子選手呢 應該所以說是 中眼台相持最穩 最穩定的一個選手 所以 雖然呢 碰到歐洲選手呢 他還是非常 不畏懼 不畏懼 有信心的對抗 哇 又是一個 旋轉齁製造的 一番坎的出界 對 發球 長短的一個搭配 那 防守型選手呢 基本上 他也沒辦法 突然間的 進攻 這個球就是 李凡坎的齁 自己非常強調的 一個戰術 而且在非常近台位置 直接有機會 就做進攻 直接搶攻 也拿下了他 在這一局的第二分 2比4 小玩球呢 側開 先搶齁 那對丁琳來講呢 應該也知道齁 你不能只有安全的回擊啊 應該趕緊的 主動一些 讓一番坎呢 退後去消球吧 好 先拉起來 中路的突破 應該是 所有打消球 這個選手呢 如果你可以加速的話 就往他的中路 身體這邊擠球呢 是非常有效的 好 擠上球 對 開始進攻 這個球是 Lucky的跳網球 這個球真的沒辦法 爬過網 爬過網 又是最拿手的 下蹲發球 這個叮嚀 開始進攻 還是很積極的 在做一個 一板側身的反攻 但是一板板 這球我沒有掌握住 要能夠 橫移側開 重心又要穩 能夠 對方又是一個 拉球 所以是高難度的 一個反擊 好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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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球 八環球呢 已經站好了 一個位置 好 馬上兩位選手 在第二組打完了中程半段之後呢 只有一分的差距 好 好 哇 這個拉的球 突然間 稍微 輕了一點 你可以看出 好 叮嚀的節奏 長短的可以 讓你這個小球眼前後要移動 就是在拉球的一個變化 好 再一次的下蹲 看能不能直接吃球 嗯 其實從發球開始就製造了一板可能比較大的壓力 其實在稍早我們的比賽看到馬龍對上朱士河的比賽 就可以看出來中國的選手其實可以去控制小球手的這個回球 整個節奏都在中國手掌握當中的話 比賽就會對於對手比較難打 對 一般就是說你很清楚的 穩定又提高 然後速度快慢又能掌握 那當然小球選手呢他是被動的 所以他又要預測 然後一定要勢必要移動去防守 左右前後都要防 好 對啦 我就看這一球囉 又是精采 對啦 又是叮嚀自然的上風 對 叮嚀呢 應該說 我雖然是亞洲的這個打法為主 但是我中眼台呢 也是屬於好的這個技術 哇 整個拉球的旋轉呢 控制了一般坎的一個弧線 比數來到了10比6 叮嚀出現四個局末點 又是自己的發球分 好球 剛剛 聯繫兩個 正手的拉球 現在質量非常高啦 可以看出哈 他叮嚀要反擊 直接的就出界 哇 還是要難度很高的反拉出界 所以叮嚀呢 然後再順勢收下一分 11比7的比數 抽下了第二局的比賽 現在取得了局數2比0領先 後面上方的德國選手一反卡 在這場比賽裡頭對戰叮嚀 那先丟掉了兩局 那雖然說一局比一局的分數是越拿越多 但是關鍵還是在於說 除了自己消球的穩定度之外 也是他在這個反拉的機會球的掌握上 能不能夠繼續有所把握 對 當然一番坎呢 也要有一些反拉的策略 但是在拉球的這個所謂的命中力 像這個 你自己要掌握住 好球 對啦 連拿2分 德國的這個選手呢 就要看這一局 能不能把他搶下來 那可以看到 儘管一番坎是這個消球的選手 但是在拉球的進攻 但是在拉球的進攻 其實質量上的把握 可能一般的消球手比起來 又再要更好一點 好 對啦 好 這是多半個拉 消球的 這個是一番坎的 能拉能反拉 喔 漂亮 好漂亮的收下的分數 對 因為在中眼台這種對抗當中 事實上女子選手來講 這個難度是比男子選手來得多 因為畢竟你要發出的力量 還有要能夠判斷對方拉過來的旋轉 那目前來講呢 行程對他好像是 結果是 丁鈴站了一點 平平都是丁鈴 取得了分數 2比2 喔 機會球 很可惜啦 一番坎打太偏了 哇 這個球已經插網帶給幸運了 對方打個高球 高球直接拿分喔 丁鈴這個球沒有創意的回過網 雙方3比3還是平手的局面 不過對於丁鈴來說 其實他這次大會頭號種子的身份 那又加上其實他最強大的 對手李小霞跟劉詩文 他其實都在整個籤表的下半部喔 所以上半部他比較大的威脅 可能今天過了這一關之後 接下來就是 中國的選手所謂舞陽 那甚至是其他的一些威脅 都沒有來的下半部那麼激烈 對 當然對丁鈴來講呢 就是要把握的機會 畢竟在女子選手的部分 還是自己的內戰 比較有壓力 那原則上對消球選手 只要平常心 又是對啦 再次的拿分 丁鈴這個拉球的把握度上來說 跟一番坎比起來 是佔有了更好的優勢 一番坎喔 他在這一直想 看能不能轉為正拍喔 反擊他 這個可以說他的進攻的企圖心是蠻強的 消球選手還是要能夠盡量的來回多打幾個消球 應該是比較像這個球 當你又要攻又要消你 重心就不穩 除非你的進攻得分力很高啦 目前來講喔 一番坎如果真的是進攻再進攻 感覺上最後還是丁鈴拿下來的分數 這個球丁鈴在旋轉上的判斷出了一點偏長 那另外丁鈴在這次試營賽 從第一輪打到目前來說 是沒有丟掉過任何的一拾 喔 這個球好像 團跳也有問題 出現問題 喔 漂亮 對 一個拉慢的 喔 銜接一個快的 那也可以看出喔 德國這位選手呢 根本就沒辦法跟得上喔 所以能夠拉出這些的旋轉啊 或者速度呢 首先要了解就是 對方削回來的 所謂的旋轉 這是 也是最難的一個課程 一個課題喔 所以 喔 反拍先拉 這時候呢 一番坎腳步上有跟上來之後 反而有順利的拿到了分數 不過目前的正義局裡頭8比5 丁鈴還有3分的領先 一番坎下來發球 得了分數的蠻多的齁 那 丁鈴 事實上沒有特別看好齁 一個下線球 側身進攻 無限太高 造成了失誤 目前的這幾分 對於一番坎來說 會是蠻關鍵的機會 不過這時候 中國的選手呢 馬上喊暫停 這一局 儘管手上還有2比0的領先 而且分數還有也是 8比7分的領先 但是中國隊的次 在每一場比賽裡頭 都是小心翼翼 對 對 對 非常的謹慎喔 當然 透過一分鐘暫停齁 那 孔運輝 這個指導 他的經驗呢 勢必會帶給丁鈴 稍微安心一點 那一般來講齁 這個場上的比賽呢 事實上 每一局之外齁 在每一分每一分的戰術的執行 選手要對自己 要最好的策略齁 那這時候你可以看出齁 平民的表情呢 應該是 同一或差一點的齁 兩個在溝通的齁 事實上 這個桌球比賽場上齁 齁 完全是要有策略性的啦 尤其 每球每球之間齁齁 大概 選手呢 本身呢 很清楚的 要打什麼球 從現在回到球場上齁 其實剛剛這個 暫停 對於電影來說 應該會在發球的處理上 會做一點戰略上的應用 直接的還是利用他的下蹲的發球 開始進攻 好下蹲 劈才式的發球 開始搶了 哇 還是沒有把握住 對想要加速 結果這個非常轉的下線 可是沒有辦法發球第三版的搶攻 這個戰術成功的應用 讓櫻翻砍8比8這一局追成了平手 哎呀 拉球 想要 他認為這個球滿轉的齁 結果向上提高的拉球 結果還是出界 哇這時候帶給丁林 開始有壓力了 那伊凡坎呢 目前來講齁 能不能穩住他的消球 我想 其實不用急著攻擊 目前來講 哇真的想要測開 好對啦 對啦 又是丁林拿下的分數 整個球在下沉的狀況之下 一般可能想要拉起來 難度很高啊 往下墜的一個弧度來得很快 對一般這種消球選手 應該會直接的 在桌面上消過來 嗯哼 他是這位特果選手 對他的正拍 好像信心十足 好那要面對的丁林的發球之後 要怎麼去銜接消球 好下蹲發球 丁林一定是搶攻的 哎呀 直接去發球 沒有注意的啊 哇那這下子喔 丁林連拿了2分 10比9 又出現了一個局末點 這次的發球也是格外謹慎 成功的第三板強攻得手 11比9 掌握到了第三局 現在丁林率先聽牌 對 中國大會的頭號種子丁林 在 第四輪的比賽喔 打得國的一反坎現在局數上是3比0 那當然在第三局的中後半段 他自己是遇到了一點亂流啦 當然度過了這一局的危機之後 相信對於丁林來說 現在握有聽牌的優勢 回到球場上 應該心情上可以再穩定一點 對當然對比賽的過程喔 丁林要注意的就是 德國的一反坎發球的時候 不要太多的這個處理下網 只要先穩扎穩打送過去的話呢 最後還是會由丁林來進攻喔 畢竟呢 一反坎是一個消球選手 所以慢慢的做一些布局就可以 對 所以就朱老師來看 跟您在第三局中後半段 遇到危機比較大的狀況 原因是在於他的心裡 比較亂掉了嗎 對一般來講就是說 他想處理上速戰速戰 所以他打的球 尤其揭發球喔 太急躁了 事實上可以慢慢的跟他摸 因為畢竟喔 一反坎喔 他在消球的反手位呢 當然是蠻穩的喔 但是他正手喔 常常一直想要反拉啦 反攻啦 但是你要反攻反拉 是要好的位置 好的球的一個速度啦 就是比較慢的 你才反拉反攻 但是明顯的呢 一反坎呢 只要看到右邊 就好像要準備反拉 但是丁林的拉球 他有時弧線高 有時弧線又快 所以你要反拉 你就製造很多的失誤 所以整個來講 如果丁林的這種戰術 只要還是提到 揭發球段呢 不要太多無謂的失誤 這場球賽應該是丁林會獲勝 嗯哼 在剛剛喊出了戰 停完之後 一反坎重新再回到賽場上 好 像這個揭發球 穩住一下好 好 最後還是丁林再進攻 嗯 嗯 那連續的拉球進攻 讓自己戰有絕對的優勢 拿分數的一個機率 就會來得更高一點 喔齁 整個拍子都已經甩了出去喔 對 應該也是球友爬網過的一個狀況 碰到網子直接的 往這個角度沒錯 爬過去 真的太難打了 嗯 所以這個拍子是整個有點 控制不住的甩了出去喔 好 一反坎還是要對拉媽 好 從比賽到現在好像 中演台的箱詞呢 都是丁林麻糞的 還是 對拉 哇帥 一反坎還是沒有辦法從中喔 取得比較有力的一個優勢 對阿這樣的球喔 其實對比小球手來說 通常會比較穩扎穩打的把它削回去喔 不過可能歐洲的選手也比較難對到 可以跟他做一個正手拉球抗衡的亞洲選手啦 對對對 應該是說 一反坎是說可能在歐洲比賽呢 能夠對拉都是佔上風啊 所以他根本不想削啦 以這個畫面你可以看出 他正確實拉球是質量蠻高的 喔 發球得分 這個 丁林的接發球 要穩穩 穩住下來 來 又要對拉 都走中路喔 哇 掉開了 率先的處理電線 結果丁林這邊又再度的掌握分數 這就是 在所謂的長球 你可以看出丁林 確實是一個有經驗的選手 什麼時候要出手 什麼時候要造成角度的變化 下蹲 發球拿分 7比3 慢慢的一步一步 將領先拉開來 喔 這個球也打得很精采 對發球搶攻 對這種 發球搶攻呢 是一般的選手 必須要練習的 對這種 對這個 好 對 很難的 下蹲 5 爵領的追板拉球是 彈到了網子上之後打出界 讓一反抗5比7 追成了兩分差 或者你在這一局的發球分的保護上是來的還蠻不錯的 對 好 這個時候 哇 接發球的比方桿呢 突然間呢 不削了 實際上你可以做防守 應該是要削球 應該是要削球 對 好啊 這個是出界了 操守也沒有掌握住 這樣的話 比賽對於伊凡凱南來說就難打了 好球 這個也是放手一搏的側身做進攻 完全是發球搶攻 這個比賽的過程 這種戰術是攻擊選手常用的 結果是伊凡凱南拿分的主要的技術 哦 又發球搶攻 哇 連得了三分的正手派哦 而且這兩個發球分都把握住 讓雙方的分差再度回到兩分 那繼續回到比賽 又看丁寧接下來的發球 要怎麼樣做一個戰術上的應用 好 下蹲 搶攻 好 快速 哎呀 這個球打空了 這個時候就是很快的想要再補上一個快速的擊球 球都還沒有跳穩哦 嗯哼 出拍點沒有抓穩的情況之下 我直接是打空 雙方一分差 啊 這個球還嘗試的反拉 太難了吧 因為這個丁寧已經拉出高質量 一般的選手呢 大概就是把它削回去 畢竟呢 德國這個就是削球選手 所以 基本上哦 感覺太強調反拉的技術 10比8 丁寧的兩個賽末點 進攻 哦 又是 哦 對啦 哇 最後擦邊 嗯 再一件擦邊球掌握了比賽的勝利 那這場比賽叮嚀 11比4 11比7 11比9 11比8 那雖然第三跟第四局中後半段都有一省省的危機 不過順利守城的情況之下 直落四局擊敗了一英反坎 挺進到女子單打前八強